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川普说他不愿意辩论第二场 还说只有输的人才要辩论第二场 其实很多共和党的人都批评川普在这场辩论里头失常 共和党第一次意识到川普可能会落选 而贺锦丽赢得辩论是压倒性的 但是对选举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来看最新的民意调查 有的是在辩论之后 有的在辩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从9月10号到11号 这是辩论之后所做的民调 这个民调是有的Times of London 还有U-Governor U-Governor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民调机构 在这份民调里头 贺锦丽大赢川普四个百分点 这是赢得很多 在辩论的当天还有9月8号 连续三天 这是Economist跟U-Governor 也就是说在辩论的时刻那一天 还有之前两天 是45对45两个人是平手的 从9月3号到9月6号 在辩论之前是New York Times 跟Siena College 贺锦丽是输给川普两个百分点 所以辩论前后有差别 但机构可能也有效应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家 也是辩论之后所做出来的民调 9月10号到9月11号 So-called strategists One-point politics 跟Red Eagle politics 共同做出来的民调 贺锦丽赢川普三个百分点 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 完全亲共和党的 The New York Post 他们所做出来的民调里头 贺锦丽也赢川普三个百分点 50%对47% 而在辩论之前 有两家民调 Activote 贺锦丽对川普是51% 对49% 另外 Morning Consult 贺锦丽是49% 对46% 赢了川普三个百分点 简单而言 贺锦丽因为这场辩论 他的确民调 有列为拉高 但是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 因为辩论他得到压倒性的胜利 民调明显的差距大到超过民调的误差范围或是超过5%左右 而另外一家Ipsos跟Reuters最新的民调证也是在辩论之后的 9月11号到12号 贺锦丽是领先最多的是这一家民调 那也是台湾很多媒体报道的 但是我一直劝大家 看整个媒体的报道 不要只有抓眼球 而是看整个普遍的状况 那么在这份民调是差距最大的 就是赢了5个百分点 那这里头有几个议题 你还要细看 谁搞杂辩论反应不敏锐 那当然是川普52% 谁留给人们道德高尚的印象 贺锦丽52% 川普29% 谁看起来比较尊严 贺锦丽56% 川普24% 谁似乎是倾听并理解我担忧的人 贺锦丽49%跟18% 那共和党选民里头有20% 1%表示川普看起来并没有过往的犀利 所以他真的是搞杂这场辩论 那共和党呢 最好有维持 也因此我下了一个标题 共和党第一次意识到川普可能是会落选的 我们再看了一下 Real Clear Politics的追踪民调 川普和贺锦丽 这里头在整个民调趋势图里头有一条线 这条线呢就是Barden withdraw 就是Barden退选之后 当时红色的线是川普 蓝色的线是民主党 然后到了Barden退选之后 就一直开始往上扬 然后接着在差不多August 8月的时刻 进入了黄金交叉 接着双方就拉开差距 有段时间差距很大 可是请注意啊 在我们最后做到9月13号的时候 辩论的时刻是9月10号 差距最大 然后到了9月13号 差距又缩小 贺锦丽在这份民调里头 只赢了1.5% 这是一个趋势图 也就是说川普在辩论当天的 很糟糕的表现 最终呢 他用了一些重大的政策 去把自己拉回来一点点 所以这场选举呢 某个程度 共产党意识到 他可能会落选 贺锦丽是一个很强的对手 是在这次的辩论之后 再来看几个重要的摇摆州 还是摇摆州定天下 这份摇摆州 我们先来看 在辩论之前的9月6号到9月9号 在这里头 川普赢了三个州 贺锦丽赢了三个州 其中宾州是平手的 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说 宾州定天下 因为两个人是平手 而且选举人参票宾州最多 川普稳定性的赢了三个州 贺锦丽稳定性的赢了三个州 但是这三个州 两个人各赢的票数 都比不上宾州一个州 一旦谁赢了 就可以把其他双方本来各自 可以得到的优势 全部都抵消掉 另外一份民调是更新到9月12号 由ABC跟BBC News一起共同合作的 这里头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在辩论之前跟之后 以内华大洲来讲 他有六张选举人参票 贺锦丽原来是落后一个百分点 现在他反而领先了一个百分点 这个地方有翻转 差了两个百分点 在北卡的部分贺锦丽原来是赢了一个百分点 现在仍然是赢了一个百分点 并没有因为变了而有所差别 Pansylvania两个人是从平手的19张选举人叹票里头 贺锦丽赢了一个百分点 如果贺锦丽最后赢的话 就会赢在宾州 不知道贺锦丽现在会不会后悔 他的副手没有选择宾州的州长Shapiro 所以使他现在选得这么辛苦 那州长有16张选举人叹票 也被认为可能跟宾州一样 最可能定江山的 他在过去辩论之前 贺锦丽其实输了两个百分点 现在是输一个百分点 他是川普目前为止在州长赢得优势 另外在Arizona 贺锦丽原来输了一个百分点 现在还是输了一个百分点 在Michigan贺锦丽原来在辩论前 赢了三个百分点 现在是赢了两个百分点 在Wisconsin是辩论前赢三个百分点 辩论后赢三个百分点 所以在辩论前后最重大差距的 其实是Nevada 但是我们看这个民调就要知道说 他都是误差范围之内太小了 所以代表是什么呢 就美国选举现在仍然是五五坡 宾州定天下 而贺锦丽目前在登记选民里头 我们刚刚看到 最重要是IPSO所做出来的民调 他领先最多 你也可以说他最重要 因为他访问的不是一般人 而是register voter 就是你要去投票的登记选民 美国选举制度就是你要登记 你才去投票 那登记的选民里头 贺锦丽领先了五个百分点 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是在经济问题上 人们相信川普超过相信贺锦丽 而在川普呢 辩论之后他处于劣势 一方面呢他不承认他输 可是他心里知道他输 他马上到Arizona去造势 造势的时候就宣布一个重大的政策 牛肉端出来 加班费不用缴税 美国的劳工阶层普遍的被批评 他们不愿意加班 这是美国我们所称的 Lab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也就是劳动效率不足 很重要一件事情 明明比如说Christmas 或是Thanksgiving 或者是假设你想做半导体好了 那台积电哪里有员工 五点钟可以下班的 可是你就是不肯加班 这是美国现在在国际 所以制造业竞争力不足 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而加班费如果还要再缴税的话 大家更不想加班 川普提出来 这个政策很聪明 第一个他让所有加班的人很高兴 第二个他也鼓励很多人加班 因为你加班费是不用缴税的 另外呢贺锦丽呢 就马上的 他也立刻到了摇摆州 从北卡出发 开始在这个地方 进行他的竞选的各方面的造势 但是贺锦丽本身呢 并没有提出其他的牛肉 他特别强调了还是Obamacare 在健保的议题里头 他要拉中间的选民 所以不要小看川普 这个人输了以后 他有的时候是有逆转胜的一个能力 也不要小看贺锦丽 他原来是一个知识 跟各种程度都算平凡的人 尤其是他的出生背景 他爸爸妈妈都是有色人种 他可以爬到美国这个位置 甚至可能当选美国总统 这个人他的意志力 跟他的某些克服自己缺点的能力 是令人佩服 也难以置信的 所以我们如果来看 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 第一个有一个总统 他的道德很败坏 但是他很了解美国的各种问题 他也很懂得提出一些 有牛肉的政策 另外一个人 他个人的道德问题并不高 他个人的道德 到目前为止 是可以通过考验的 但是他在经济跟政策 各种外交政策里头 相当的空洞 那经济到目前为止 还是所有选民里头 最关心的一个主轴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川普在经济议题里头 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认为 现在经济比四年前差 可是未来联准会 下礼拜就会降息 再过来还会再降息 所以选前可能会连续降息 可能会有两次以上 那如果这个情况里头 就股市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以大趋势来讲 这是对贺锦丽有利的 因为他可以避开股市跌 然后经济感觉更不好的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 跟1月6号 国会报的有关的官司 法官已经表示 他将不会理睬任何选举的日程 密集的开庭 所以川普会被1月6号 国会攻击事件一直缠身 然后让很多人想起来 还在那个时刻 他的角色 他试任当美国的总统 作为民主宪政国家的领导者 所以大趋势来讲 是对贺锦丽有利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贺锦丽在这次的辩论里头 他可以答应川普 其实有他个人里头 很大的一个特色 我刚刚特别强调 美国没有一个女性 曾经当选总统 第二个 他克服了他过去 问政的犀利 那本来女性的犀利 本来应该是优点 那川普的犀利 对不起不只是犀利 已经到了激烈的程度 但这也是一个性别歧视 但贺锦丽很清楚知道 他必须收敛他的犀利 那他找了在华府最著名的 很会问 在法庭里头跟别人训问之间 非常出色的交结辩论里头 最出色的律师之一 然后这个律师很不客气 严厉的拷问他 严厉的攻击他 严厉的指责他 他愿意接受这种铁般的教练般的训练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足 我们往往说一个人的失败 就是因为过于骄傲 而一个人最成功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缺点 他将之克服 贺锦丽在这件事情里头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 这是一场检察官 对上被定罪刑事犯的精彩好戏 始终主打快乐战事的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在9月10号周二 正面对决 被视为当代民主 最具威胁性的政治敌人 前总统川普 双方先前透过造势场合 隔空叫战 似乎是刻意要给选民制造一种预期心理 毕竟这是川普第七度参与总统大选辩论 前三次对上前国务卿希拉蕊 后三次则是和拜登交手 论经验 美国历史上谁能旺旗向背 更何况贺锦丽四年前那场 与潘斯的副总统辩论 所有人对贺锦丽的印象 都只有她一直请潘斯 不要插嘴 事实是贺锦丽在副总统任内 接受过的电视专访 也是她的参选痛脚 虽然8月底CNN那次算是平顺过关 但2021年6月 她接受NBC主播专访 谈非法移民人数创历史新高 拿不出具体做法 对于自己何时要造访美墨边境 尴尬笑着回避 也一直是她争取总统大卫的印伤 贺锦丽没有出色的学历 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 她一生能爬到总统候选人 甚至极可能当选 在于她不自我设限 尤其无惧 多数人看好 川普将在辩论场上碾压她 贺锦丽却从一上场 即主动驱前跟川普握手 无畏 这是这个敌对阵营的大炮主帅 两人首次面对面 她不可能没有压力 但川普占上风却没有明显优势 贺锦丽还算顺利地度过前15分钟后 她的自信浮上来 一如她的人生 纽约时报说 贺锦丽在这场辩论会上 给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愿景 相较于川普的怒目而视 咆哮并抨击美国是一个失败国家 在经济上遭遇重创 国际上备受羞辱 且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悬崖边 两人仿佛置身两个世界 也形同在辩论场进行对赌 川普赌的是愤怒 贺锦丽赌的是疲惫 也就是当川普试图重新包装和兜售 她的美国浩劫主题时 贺锦丽要吸引的是更多 准备把那一切 抛在过去的有利选票 这一天 贺锦丽的笑容看起来很神秘 纽约时报分析 这有点像是着迷 又像是在哄骗川普 一步步掉进他所设下的陷阱里 彭博社说 整整105分钟 贺锦丽找到了很多会刺痛川普的点 发动猛烈攻势 尤其是说到川普竞选集会 有观众因无聊和疲倦提前离场 当场让川普气到跳脚 而贺锦丽则是多次用手托住下巴 笑看这位美国当代最可怕的政治表演者 自乱阵脚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贺锦丽精彩表现的幕后功臣是他 一个不畏惧告诉政治人物残酷真相的 华府律师Karen Dunn 她自2008年以来 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培训导师 无论站在眼前的 是最具群众魅力的欧巴马 还是一辈子在政坛打滚的前国务卿希拉蕊 他严厉的批评都直指核心 因而一次次打造 美界总统大选辩论 民主党候选人的高光时刻 希拉蕊曾经胜赞 邓恩作为一名律师 不但注重细节 还有能力看到大局 这种特质在当代极为罕见 而邓恩则自嘲 这份工作极为小众且没人要做 除了跨领域 还必须在组织间进行高难度沟通 专业与信任缺一不可 根据尼尔森公布的资料 这场贺川电视辩论 吸引了全美至少6710万人观看 远比川败六月份的那一场 多出了31% 这还不包括可能还有数百万人 透过社群平台等各式网站关注 流行天后泰勒斯在辩论结束后 立刻推文表态挺贺 更是让美国投票登记网站 在24小时内暴增40万人次造访 远超过9月初 日均的3万人次十数倍 贺锦丽自认打了漂亮一仗 不过对政治观察较深入的人 也看到了未来的担忧 尤其贺锦丽如果当选总统 解释政策时很空洞 只能接诸原则 贺锦丽透过这场辩论 只是成功导致川普失败 却没有积极地表现出 她的确试任美国总统 目前美国邮寄投票 在若干州已经起跑 这场辩论也确定 是2024大选唯一的辩论 她或许无法一举打败川普 将贺锦丽送入白宫 但贺锦丽的自我突破 对自己严苛的训练 已让川赫站在相同高度 重新起跑 白宫大道不是梦 贺锦丽一个父母 都是有色人种 出身中产阶级的女性 再次写下传奇 谁能拿下宾州 如果从现在登记的选民来看 这一次选举都比2020年激烈 因为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登记的选民都比2020年增加 民主党增加了60万人 共和党增加了20万人 民主党在这个时候也就看得出来 他某个程度应得宾州的激励 如果现在民调是tide 就是平盘的话 民主党是有可能有机会 但是双方的差距可能不到一个百分点 而这正是危险之处 因为当地还有所谓的邮寄投票 宾州目前他的州长是民主党的Shapiro 而且他的声望非常高 他选州长的时候 他的对手是共和党 当然对手也弱一点点 但是他大赢了14% 贺锦丽最后没有选择Shapiro做副手 而选择了Waltz 人们说他并不希望那个副总统光芒超越了他 或许当他看到选情 到目前这个胶着 如果最后他赢了就算了 他如果输了他可能会后悔一个人 他在选择副手的时刻 太考虑自己对于权力的掌握 另外州长Shapiro还是很认真的 帮贺锦丽助选 他喊话希望民主党出来选举 而宾州两党目前呢 他的基本盘是完全跟台湾你想象的蓝绿是一样 他基本盘是完全分明的 但是Shapiro认为最后胜利将会属于贺锦丽 那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党 那Shapiro他本身的政绩很好 能不能转化到贺锦丽身上 不知道 何况贺锦丽没有选择他做副手 贺锦丽在宾州最大的致命伤是页岩油气 还在2020年他想要得到民主党的ticket 就是民主党对他的初选的提名人 因此在那个时刻他扮演一个比较左派的角色 反对水压列结法 那水压列结法主要就是开采页岩油气 可士兵州是全美国除了Texas之外 第二大页岩油的油气的州 所以他在四年前的谈话 很多人共和党不断地把它剪出来 不断地把它剪出来 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上台 还是会某个程度 他不会禁止cracking 可是他不会再增加 另外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投机者 这成了他在宾州竞选的痛处 确定输掉与贺锦丽的第一场辩论 也已因此表态拒绝而变 不服输的川普在关键摇摆州亚利桑那 一边指责贺锦丽 一边立即提出针对特定选票族群 在大选中新的惠民路线 没贡随好停 Tinder The people who work overtime are among the hardest working citizens in our country and for too long no one in Washington has been looking out for them Those are the people they really work They're police officers nurses factory workers construction workers truck drivers and machine operators 寒出加班费将纳入免税贩回最新竞选政见 是川普试图甩开辩论表现不加包袱 来拉拢美国受薪奸及的选举新策略 毕竟白宫宝座花落谁家 在美国全球独有的选举人团制度下 摇摆州胜负才是最终关键 除了亚利桑纳州 更有川普也包括贺锦丽殊不得之处 你相信谁会赢这个谈论 肯定是卡玛拉·哈拉斯 怎么说卡玛拉·哈拉斯 川普 川普 卡玛拉·哈拉斯 屋里这群人是无论川普或贺锦丽都需积极争取 才有机会进入白宫的关键 因为他们所在选区也是川赫首遍地点 是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 最重要奖项 是在菲尔德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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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前的CNN News Central 我继续菲尔德菲尔德菲 很多次 成千万川大选中 10届北对今人的参加 019 vert 川普通过 worries 选爆 20 Sul 去年川赫两人在关键摇摆州拼斗的难分难解 让选举人团票最多的兵州 成为川赫白宫路线图上最关键一战 悬根冰州地方多年 2021年自州长身份 成功前进国会山庄的民主党冰州参议员费特曼 直言尽管前两届总统大选 自己都精准预测出两党在冰州的选举结果 但2024年川赫对决这一回冰州将由谁胜出 他预期当前两人选情尽管持平 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属于两党各自的基本盘 并由贺锦丽以些微差距胜出 美国重要的综合民调机构 Real Clear Politics真清晰政治网站 在川赫首变前统计各家民调 两人以民调平均数47.6%打成平手 自1984年以来 没有任何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能在输掉冰州的情况下赢得白宫 I wasn't happy with Biden-Trump I didn't feel we had any good choices and I'm still not sure we do We might, but I still want to see more about Kamala Harris I didn't like that she didn't answer direct questions about her policies and direct questions about what happened in the last three and a half years that she should have been part of She's still been underwater in latest polling in your home state She's been doing better in Michigan and Wisconsin than she has in Pennsylvania but still struggling a bit and what we saw from polls that voters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her They still had questions about her 川赫首变结束当晚 CN在舞台后方访问宾州州长夏皮罗 谈贺锦丽为何在民主党自己执政的宾州 民调数字始终无法有明显突破 超越川普 夏皮罗说 贺锦丽绝对明白宾州对总统选举有多重要 不会轻言放弃 只是替全美选民剥划共同的愿景蓝图 更加重要 Look, I thought she laid out comprehensive plans both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every visit, every rally everything she does going forward she'll continue to flesh that out I thought she had a really good night I thought she laid out what she needed to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Understand this is one piece of the larger effort to win not just here in Pennsylvania but in other states as well and I thought she had a good night As for Pennsylvania Look, understand it's always close here 2016, it was 44,000 votes that divided the two candidates 2020 was 80,000 votes about a percentage point I don't know but we're no stranger to close elections The good news is Kamala Harris understands that to pick up that last yard or two here in Pennsylvania is tough but you gotta show up this is still a retail state and so she's showing up to places like Beaver County this week she'll be in Wilkes-Barre she's going to places that quite frankly often get ignored by national candidates by showing up she's not only able to lay out her plans but she shows a level of respect to the good people of Pennsylvania We are ready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that is optimistic about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which is why Democrates Republicans and Independents are supporting our campaign we need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works for all the American people 总统辩论后 首场公开造势 贺锦丽选择宾州 说明了这个选区 在美国总统选举中 有着居住轻重的地位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贺锦丽必须一再重申 支持水利压裂法的原因 宾州夜言气产量 全美第二高 相较川普在总统阵内 破坏美国在气候议题 领导地位 退出巴黎协定 推翻数十项 气候保护措施 专家说 如果贺锦丽懂得 从现在起 在总统选战中 大力宣扬夜言有计 绝对会为它带来 甜蜜的滋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市场辩论里头 川普可能最失败的 就是他谈到海地的移民 他谈到的是这些非法移民 然后他提到了 特别是海地的移民 他提到在Ohio州这个地方 Springville这个地方 他甚至是邻居的宠物 这些事情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美国人是爱猫爱狗的 那Bloomberg 我们刚刚谈到 大家看起来 好像贺锦丽 比较有机会当选 我们也曾经 用American University的教授 Ludman他的分析 他认为是贺锦丽当选 Bloomberg的看法 他说 在与贺锦丽的电视辩论中 川普显得脸皮很厚 困惑 并且陷入谎言和偏执之中 尽管如此 美国可能还是会选他连任 所以还是有一些重大的媒体 认为他是会当选的 而Bloomberg也特别报道 川普在电视辩论中 胡言乱语 移民吃宠物的谈话以后 被点名的Springfield 传出了炸弹威胁 而这里头就呈现出来 两个人的差别 一个是恐惧 希望 这是贺锦丽希望 打出来的 整个选战的一个主轴 而部分共和党人也批评 说你不止在病毒里头逊色 你到底鬼扯移民吃猫狗 到底是在做什么 那被川普所指的 移民吃猫狗的小城 就是俄州的一个 小城Springfield 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头 涌进了一万五千名的移民 而这些移民填补了 基层的劳动力 但是也造成这个城市 难以复合之重 川普为了凸现这个事情 结果话呢 他可能就从一个 social media里头 有人讲说 哎呀他们的移民 有人来吃我家的猫 这事情不只是真是假 他就拿出来引用 因此引起了渲染大波 但它背后是有它的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 欧海尔这个Springfield 这个地方 他们对于海地的 大量的移民 海地的大量移民 海地本身跟美国之间的 关系很特别 海地出现了很多次的灾难 跟内战等等 所以美国接纳了 相当多他们的移民 所以他们并不是非法移民 但它涌入到Springfield 这个地方以后 造成这个小镇 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来为大家解码 这个议题呢 川普可能是胡说 或者他不是胡说 他就是相信了个 社交媒体给他的一个讯息 而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证 就在一场总统大学辩论里头 把他说出来了 但是他背后指的 这样的一个移民问题 是什么 为大家做出解析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0号 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辩论移民问题时 这段声称 外来移民会吃猫的发言 立刻成为了媒体跟网络 嘲讽攻击焦点 但共和党其实不止川普 推波助澜移民吃宠物的谣言 川普副手 代表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万斯 最近也在X平台发文说 海地移民正在俄亥俄州春田市 榨干社会资源 引发混乱 还说有居民的宠物 被不应该在这个国家里的人吃掉 一些共和党人和川粉 制作并转传许多 选川普救猫咪的梗图 让俄亥俄州州长不得不出面 澄清传闻 吃猫吃宠物的传闻虽不可信 但共和党想要攻击的 是传闻背后所代表的现象 也就是美国居民对外来移民 分走社会资源 推升房价的不满 以吃猫谣言中的主角 俄亥俄州春田市为例 这里的居民都为蓝领阶级 但过去几十年来 工厂陆续关闭 居民纷纷离开家乡 前往外地讨生活 原本八万多人口 剩下不到六万人 但过去五年多来 增加了一万五千名左右的新住民 他们大多来自海地 为了逃离陷入黑帮大乱斗 连总统也被暗杀的混乱国度 靠着临时庇护亲政来到美国 莫佐斯是全美七十三万多 海地移民之一 他在2018年来到春田市 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 房租便宜 工作机会多 而这群吃苦耐劳的海地移民 也成了当地传产工厂的一大救星 外来移民不足缺工问题 创造经济产值活络了铁锈带小镇 照理说应该皆大欢喜 但即便是大方接纳移民的 民主党籍市长也坦诚 越来越多移民人口 已经超出了市政运作 和预算的负荷 需要额外上英语课的学生多了四倍 医院里的翻译人员经费 每年高达数十万美元 去年更是春田市消防局最忙碌的一年 主要都是车祸意外 而2023年8月的这起车祸 成为了引爆春田市移民问题的导火线 当时一辆满载学生的校车 被逆向车辆撞上翻腹 造成了数十名学童受伤 一名11岁男童不幸死亡 当居民发现 肇事驾驶是没有美国驾照的 海地移民时 累积已久的不满情绪 瞬间爆发 居民指控海地人总是开快车 不遵守交通秩序 危害居民安全 大量移民导致房价升高 而海地人偷走居民宠物 吃猫 吃鸭 吃鹅的传闻 因此开始善嚣成上 There's always been, you know, this idea of a threat from the other, from immigrants, from people of color, to the nation, to white families, to civilization itself, right? This idea that there's some terrible threat coming that has to be defended against, and then as evidence of that, this idea that your beloved pets are being stolen and eaten, which is patently false, there's no evidence whatsoever that that's happening, and it'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makes people scared of the other, it demonizes, and it dehumanizes. 位于铁锈带的俄亥俄州拥有17张选举人票,过去两届总统大选都是投给川普。 今年川普的副手就是来自俄亥俄州,赢得这17张票可说没有悬念。 但川普和万斯显然想借着春天市的谣言,来凸显民主党的移民政策失败。 I won't say this is a Haitian crisis, this is an immigrant crisis. So still working, still trying to integrate, you know, and then facing with challenges all the time in the US, but I'm also dreaming of my country. 而这场辩论大家都较着于关于川普的非事实论述,也就是他所说的他们用的谎言。 但是贺锦丽也有他的非事实论述,根据调查,在川普执政时期,如果没有COVID的话,他的失业率是3.6%,他的通膨只有2.5%, 现在通膨虽然下降,可是是2.9%左右还比当时高,现在的失业率是4.3%,而贺锦丽却在辩论的时候说川普根本经济不行,在他执政的时代的时候是创下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率跟通膨。 他所用的数据是2020年4月之后也是COVID时候的数字,所以这个某个程度也算是贺锦丽的谎言。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川普身上背负的90几项罪名,34项重罪,加上1月6号在2021年时候,他攻击国会大厦涉嫌的这个相关的案子,或者是他过去的谎言,他的风格。 这样的人要当选美国总统几乎是不可能,可是从2016年开始,他就是美国一大群人的英雄,而且这些一大群人过去很多是民主党的铁票区。 这些人所以转向不只是共和党,而且是转向川普,很大的原因跟民主党的治理失败,跟美国长期的治理失败是有关系的。 我们以芝加哥这个城市作为例子,为大家做出相关的报道。 截至9月1号为止,芝加哥今年已有近400人死于凶杀案,其中9城市重担身亡。 讽刺的是,芝加哥过去93年以来都是由主张加强枪支管制的民主党人治理。 也难怪,当民主党选择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时, 共和党对手就像剪刀枪,毫不犹豫,痛批民主党的失败之作。 其实民主党没有避开芝加哥的枪支暴力问题, 他们在DNC大会上邀请包括芝加哥市民在内的多名大规模枪击案目击者发言。 民主党主张加强枪支管控,才能避免更多枪击犯罪事件。 指控是共和党阻挡立法, 共和党则是主张必须加强执法,才能够喝足不法分子犯罪。 还说民主党弱化警力,但芝加哥的治安问题没这么简单, 要解释问题的根源必须从一百年前说起。 当时许多非裔美国人因为受不了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而选择北上, 但没想到芝加哥的种族歧视问题又是另一种状况。 1920年代末期开始,全美各地爆发了多起种族冲突事件, 大多数是白人攻击非裔美国人。 芝加哥和华府等城市则有黑人反击,导致大量死伤。 这些冲突事件催生种族歧视驻屋政策, 当时的非裔公民难以获得购物贷款。 买得起房子的被迫接受高房价和利息, 买不起的人则是很容易就因为违反租屋规定而被房东赶走。 以非裔族群为主的社区, 过去数十年不是因为高速公路计划被迫拆迁, 不然就是因为设宅盖了又拆, 时时代代难以拥有自己的家。 我们的3-4-4-billion-dollar wealth gap between white Chicagoans and black Chicagoans that's directly tied to the inability to develop equity from housing.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things that help keep people safe are the ability to provide social support for each other, their ability to have beliefs on what they think their community should look like, 芝加哥非议社区失业率是其他社区的两倍 犯罪率更是高达三倍 长期研究犯罪根源的柯西盖说 芝加哥执政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只会增加警力 以报制报 学者的意思是 不管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 都没有拿出消除暴力犯罪的有效方法 芝加哥人也意识到这一点 知道自己的家园得靠自己来救 科尔在2015年成立公益组织 帮助非议社区青年走出恶性循环 他的组织动员居民重建社区 让青少年公读当导游 向游客讲解芝加哥的历史 也增强他们的身份认同感 并找到努力的目标 我希望做最最是 告诉大家 都是那些人 在社交媒体中的社交媒体中的社交媒体 让他们的社交媒体中的社交媒体中的公司 自从2016年开始 美国的总统大选 就由social media高度的介入 而这引起国际力量 很容易介入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一次美国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美国司法部公开的批评俄罗斯 而且是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 Russian Today 中国还有伊朗加大力度 介入美国的选举 而在伊朗的部分 司法部直接的披露 他的目的是攻击川普 防止川普会当选 因为川普任内的时刻 是退出伊朗核子协议的总统 而俄罗斯跟中国的部分 到底他们的假新闻 所谓煽动式的新闻 是他们介入贺锦丽的选举吗 美国司法官员没有说出来 只有说他们在煽动 美国内部的分歧 再来是波音 波音资方承诺四年内 加薪25% 给予工会 但是工会居然否决 展开了罢工 投票展开罢工的时刻 人们也说 当美国希望很多制造业 回流到美国的时刻 美国现在总统都在争相讨好 工会 两位总统候选人 都争相讨好国会 这样的一个状况 美国如何让制造业 回流到美国 接着我们再来看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刻 尤其是全世界很多国际政治 都会陷入最危险的阶段 除了俄乌战争之外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朝鲜 朝鲜的领导人 金正恩参观了核设施 并且首次展现了他的 又浓缩设施 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 周报 欧洲版 我们来看 关于俄乌战争的重大发展 普丁政治的威胁 你如果准许 乌克兰 使用你们的远程飞弹 攻击俄罗斯的话 我将对北约组织的国家开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